哎,爸爸,你出钱,你出钱,你干不了,你这么大年纪了,你出钱,说,你们这在争啥样,我刚上来就看见你们在这里争,张哥,你快帮我劝一下我爸爸,他要出去打工,说,你要出去工作啊,我活了都找好了,出去干啥活啊,这,建筑活,建筑活啊,有清小月的吗,你们这么大年纪了,你出去见点活,身体吃不消吗,身体还行,吃得消, 你们这一房就快60岁的人了,对不对,妈,你给我劝一下,爸爸哟,那你都经他出去看,走不走,你要把家出去吃谁,好吗,这个阿姨,我觉得小月说的对的,你看你们今年家里茶也卖的差不多了,羊呢,我也去帮你们买完了,叔叔以前那么辛苦,今年就先休息休息,对不对,你看小月,小月现在慢慢的也可以自食其力呢,也可以自己工作赚钱了,养家了,我觉得你们就不需要操心这么多, 我今天上来有事情要跟你商量,叔叔,那啥事啊,你把这个行李先给我来,哎呀,你们听我的,来,叔叔,你先听我,当时候我说完了,你要决定出去,那你再出去,我先把这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,看可以的话,你就这样子,不行的话你就出去,好吧,那咱们回去点吧,好,这个太阳大了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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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哎,对了,小月,我刚才忘了问你了,叔叔怎么突然想着去建筑社工作啊, 这段时间不是家里茶叶忙完了吗,然后你帮我们把洋叶卖完了,然后爸爸就想着在家里没事情干,他就想出去找工作,赚一点钱,其实我都知道,他还是为了我,为了帮助我,才出去的,叔叔阿姨对你真的特别好,也特别操心你,都怪我,都这么大了,还总是让他们操心, 你不要这样想啊,小月,其实全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,为自己的资金率,都是人聊人员的,张哥,待会进去你一定帮我好好劝劝我爸爸,你放心吧,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,他比较听你的话,对了张哥,最近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,小月,想多做一点,回一点那一点都没关系,我都可以干的,你放心吧,小月,我这边自由安排,咱们现在, 先把这个叔叔阿姨那边说好,让他们在那里休息休息,毕竟这么大年纪了,出去干建筑,身体肯定会吃不消的,好吧,好,那你走, 叔阿姨,你这怎么突然想着去建筑上工作啊,我这你关心的把茶,我养也都买了,这茶也买了,买了,我这把弟弟都捡了,我说出去打年纪工,这将近今天这就是五十几了,这到后多年年打了都没拿个药了,这身体还好,但是这两年,哎呀,叔,咱们都是男人,不要太逞强, 你今年都五十七岁了,这一转眼,这六十岁了,你现在去建筑工作,身体咋能吃得消啊,对不对,还行,还能吃得消,不管这种水,这一股包的鱼儿,我们也不想给它招嘴了,哎呀,叔叔,你不能这样想啊,你怎么可能是这个小鱼儿的累赘呢,对不对,你这么关爱小鱼儿, 从小把小鱼儿一十五五的抚养长大,可以有一处这么一个优秀善良的女儿,她肯定会把你当成骄傲的呀,你不光是小鱼儿,连我都可以这么的佩服你,虽然现在我和小鱼儿还在谈恋爱,但是以后真的是缘分到了,我们成为了一家人,我也非常荣幸能有你们这样的岳父岳母,就包括我们以后有了小孩,那你们都是他们的榜样,对不对,是的,你说对我们关心都说这好,别再一个人之后都要都成了家了, 有了小孩那些,不当开始打,我们还是想自己,工人努力赶一点活儿,哎呀,叔叔,这个你就想多了,就以后小鱼儿啊,以后和我们组建成了家庭,那以后的事情,以后再说,年轻人有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呢,就想想你们年轻的时候,家里有小孩,上面还有老人,对不对,那还是把这一个家照顾过来了,所以年轻人他能受得住,没有压力他也没有动力,这是以前我经常跟你说的, 就让年轻人放手,自己去干,你就不要为他们工与太多了,也这心情的大半辈子把他们富裕成人,你们也到时候,该自己好好养养的享受享受生活,也不要那么辛苦了,是的,你说这个话都说得好,但是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,我们想到还是自己搞一件,在这个当子,也免得给你们找麻烦,你对我们关心,我也有会,叔,不会的,你去听我的, 咱们都是男人嘛,对不对,把自己过开心,我今天上来还有事情给你商量,我今天上来呢,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,前段时间给小月安排的工作量啊,比较少,因为第一个考虑到就是,她经验比较少嘛,想让她出去多学习,计立一下经验,这段时间的话,可能工作量会变大一点, 所以就说,我希望你跟阿姨两个,你们在家里,就不要出事,在家里,没事干的时候就玩一玩,天天生活毕业这么大年纪,然后这小月跟我出去工作,才能更得心应手,对不对,不然你们出去也干活了,小月一边要操心你,一边还要工作,那这个工作肯定干不好,是不是啊? 实际上,我还是怕她不信你 小月这么勤快,这么勤奋,肯定能行,俗话说得好嘛,勤能补卓嘛,对不对,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 哦,她听到时候还是勤快,不怕她吃不消不行 你要相信小月,小月肯定能行的,说实际上,你今天就不要去健康工作了 我们俩要听个约定,行不行,就这样 今天给小月一年的时间,让小月出去拼搏闯荡一下 如果她实在不行,那你到时候再去健康工作,我肯定不担你 好,没要点 行吧 是,好,没要点,你总听小月 那咱们就说定了,那你就不要去健康工作了,小月今天急得都快哭了 她也特别的担心你,因为毕竟年纪在这儿了,是吧 好,好,没要点 那我去小月说一声 好 小月,你先把手上扫充放在那儿了,你 我跟你说,叔叔,他说 我就知道,他决定的事情,谁劝得我 他说他不出去了 你说什么 叔叔,他说他不出去了,小月 真的,你别骗我 展哥什么时候骗过你,那你自己去问一问 爸,你都说好了,不出去了 他说了,我都不出去了 对,叔叔,就不出去了 你现在这衣服谁给你买的,穿得好帅啊,叔叔今天 月儿买点,好 小鸣给你买的,小鸣老的眼光真不错 穿这么漂亮,一会儿,叔叔是这样 要不你们站在一块儿,我给你们拍个全家服 来,三,二,一,鞋子